我是Naga 黎教授 近二、三十年我都做了教育工作 在院校做老師 亦曾經在廣州華南理工大學的 Overseas Education Director 跟他在香港做一些課程聯絡 亦做過一些課程 再近一點我們就開始做一些 跟國外的大學合作在香港 推動課程 不只是我們華南理工 我們就推動一下外國的大學 加州的一些大學的課程 這樣就相當成功 我也是國際美洲大學的亞洲區總監 剛才我說的是 我是華南理工大學的 Overseas Education Director 當時我們跟UCLA 有EMA合作 在加州 我們也趁UCLA和我們的學校 在開課的時候 我也有去加州 有幸認識到 一間叫IAU 國際美洲大學的校長 所以也幫他們在香港 開始做一些推廣的活動 很多香港的學生 就會去美國 半工讀 去大學 同一時間 這間大學 近幾年 在德國美國教育部的認可 發展得很快 也要求我 跟他們做一些 分類型的工作 我們就透過 我們香港很多社會研達 剛才大家看到的報紙上 有很多的社會研達 做了我們的榮譽博士 也支持了這間大學的發展 所以我們也很趁這個機會 很感謝這些社會的研達 只要他們是有興趣去支持 掌學金 或者是支持大學的發展 我們都很歡迎 在疫情底下 對於教育工作者來說 可能最大的挑戰 是有些同學 不能上學 轉了Zoom 慢慢很多的教學 我也有做一些教學工作 就會透過網上進行 網上進行的教學 就比較困難 因為不知道同學的反應 很多時候 就網上批了名 實際上他們可能 不知道去了哪裡 所以就要找回他們 回來上課 但是做老師 就要多做很多功夫 對於國際美洲大學 他的招生 也比較難了 因為在美國 熱情都比較嚴重 所以有些就是 會在網上就讀 少了一些 流失有些學生 我想總體 會有兩成左右的流失 所以我們做教育 就要更加努力一點 你看到很多的社會研達 其實對教育都非常支持 亦都同一時間 很多社會研達 就拿了這個榮譽博士的 頭涵之後 他亦都會對他自己的 生活上 工作上 都會有很大的變化 因為 都是一個博士的頭涵 亦都證明你社會的地位 和成就 和對大學的貢獻 所以 值得去考慮 去支持 大學的教育發展 和做自己做一些 我們說叫做 brand building